好 那April 那我们就聊一点 比较实际的问题 现在一提到房地产 就觉得说 房地产的价钱 虽然落下来了一点 但是利息还是偏高 即使是贷到款了 对于这个payment 有的人还是有一点担心 就是怕崩得太紧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GMCC有没有一些特别的 能够对于income 也不是太高等等的人 可以满足他们的这个勾梦 肯定是作为行业里的精英 我们是不会 就是说 不会在这个逆世里面 再加入这个negative的声音 去讲说利息怎么高 买房怎么难 我们其实 我们也不去advice 说你什么时候该进场 但是我们要针对 就是说有刚需 有买房需求的人 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帮他们 这个打造就是给他们省钱 怎么样省钱 怎么样省月供这个program 那我们刚刚讲过提过这个黑五的special 就是超低的这个jumbo rate 还有呢我们就是尽量的在像这种high balance conforming 我们就把能做成jumbo 就做成jumbo 那就是80%的这些primary purchase 我们可以拿到5.25到5.5的这种arm 那如果是investment的话呢 我们就会比较建议 如果你要超低利率的话 我们就比较建议拿 就是放35个percent 那我们也可以做到5.75这样子的10年的arm 对所谓investment property就是五个unit之下 就是四个unit 就是single family一直到up to four units 就是补充一下 Apple刚才提到program 它帮助很多人 如果你两到四个unit的买一个出租 真的出租好真的租 这个房子利息尽管没hit 还是刚刚讲了十年 没有发AP第一点 第二点我说明一下 刚才Apple讲了很好一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三十年固定就六点几的利息 Apple刚才前任帮人家做 第一年可以做到三点几 第二年四点几 这是非常厉害 我们专门叫321 buy down 321 buy down 对这个其实呢 我们公司一个多月之前就做了 现在很多lander很多公司慢慢开始 但是我讲一点我们公司特点 他们很多做non-QM 所谓的bank statement 不查输入的 一般是8点几 7点几 我们公司还可以做bu down 这样bu down你第一年就可能做到5点几了 所以刚才Apple也提到 这个帮助大家把payment降下来 这是非常重要 而且也是CIA Special Program 新年5.25 20%到680的FICO 当然API这个是5.15 这个很宽宗啊 这个是非常低的利息 CIA如果qualify的话 就是用income啊 或者用什么顺便提一下 很多如果有些六个county在加州 如果qualify的话 最多可以拿到25000块的credit 这个是黑股第三了 黑股第三了 对这是南加的几个county 是LA county orange riverside San Bernardino 跟San Diego 还有Ventura 嗯 嗯 那是有 它是有income上限的 嗯 我们这边slides可以 呃就秀一下这个 呃各个county的 它个一口人家到四口人家的这个 income income limit 嗯 那LA的county 比如for example 哈 只是四口 呃 四口人家的这个收入 啊 是要cap在182,200 嗯 就重点就是一般的low and more income 一个人的income 那就很低嘛 Balmas 对 如果你四口之家 可以用182,000的qualify 就很多 其实很容易 嗯 所以说重点强调就是说 我们公司很多program 距离细节还在找Apro啊 我们公司有510几位的贷款 过在45个之后 为大家服务好不好 对 那其实你们在北加已经有好几家分行 北加我们有一个分行 在南加也有 洛杉矶啊 Sandiego都有 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 呃 给比较low income的家人 low low income 对对对对 哦 哦 给他们如何帮助他们能够买房子 帮助他们closing cost啊 buypon啊 paydownload 很多很多都可以做 对 具体还是咨询我们 可以到GNCCLong.com 找Apple啊 找我们你身边的GNCC Wantung贷款顾问 希望帮到大家 如果真的找不到 就发email到info info 在GNCCLong.com 好 如果加盟GNCC的话 你就可以短信 穿加我们礼拜三的 open house 650-996-1982 这个是加盟GNCC 好 贷款请找我们500多位的专业贷款顾问 Apple是我们非常好的成功的贷款顾问 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的确有人正在换屋或者是买屋啊 他们真的是有刚需 在这种环境之下 他们心里面也很紧张 那么对他对这一些买方来讲 你有什么建言 我们就想说可能他们应该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怎么调整 怎么样才是正确的 走出之前这个2%3%的这个房贷 对这个的留恋 那但是他们要就是根据这个现场 现在的这个情况找到好的program 就是进场的 就是实际来的时候 他要是万事具备 并不是说什么 就是一直等着 就是一直就怕这个房价继续跌啊 就是不什么都不做 这样子 又不讲的非常 其实你现在可以有机会买房子 就是哪个有些价钱吗 你想想今年12月份会涨 可能会涨一些 1月份2月份会涨一些 那其实整个一年基本上file 2024年根据那个NBA的data出来 基本上是 2024 对 因为没有一个经济 美国经济应该是很难承受 7到8个percent forever 这很难的 因为你房价不会得涨那么多 所以说还是几乎大家看你刚薰需求 我们刚才一部讲了 刚薰需求找到今天事情 我们帮助做了好的patch flow 讲了 就是两三年以后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高 那你房子买了 你想的这很不容易吗 不是说你到Google到Costco去买个东西 固定价钱固定东西 不是英文出来还是比较 你要去选择房子不容易 buyer的息也要随着市场而改变 对像是这种3-1 buy down 这个虽然是一直有 但是它也是有时效性的 如果到时候market回归的话 这个20个人抢个小黑屋的时候 没有seller陪着你玩这个2-1 buy down 对的确是 今天非常感谢二位 讲这个含金量这么多的 也非常感谢GMCC 对于community 还有对全美国的投资人的这个帮助 其实也可以在viewit.com 即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所以像你们公司有45周都有license 45周的人都在different time zone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 我travel到外州都经常就有VIT 很方便 很方便 对吧 因为这个节目也很方便 在viewit上面还有一个娱乐漫谈的channel 所以以后一上viewit 就click娱乐漫谈的channel OK好就可以直接进去 不必一直追我下去了 OK好的 非常感谢April 谢谢你 感谢GMCC 谢谢大家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段结束 请继续收看下面的访谈